亲爱的观众朋友,对市民而言,水耕栽培的蔬菜不是陌生的了,甚至有的家庭已经投资水耕栽培系统自己种植蔬菜。 在同内省边河市,高祖君先生已经头间盖了3000平方米宽的水耕栽培栽培,每天给消费者提供安全的蔬菜。 住入在同内省边河市的这个水耕栽培田园的主人叫高祖君,每天给边河市和湖泽民市的消费者提供250到400公斤安全蔬菜,数量不多,因为他们生产的规模仅限于家里人。 从2017年,我开始投资,现在已经做4年了,产量很平稳,现在每天可以出产120公斤蔬菜。 他说他们家的蔬菜批发给在边河和湖泽民市的安全蔬菜水果店, 收货和打包工作从早上6点开始,然后车子就过来把蔬菜送去商店和超市,所有蔬菜都被打包得好好的。 优点就是不直接在土地上种植,种在大棚里没有病害虫,很安全。 在说,蔬菜发展得很好,不用弩椒,按天树,把种苗上线,然后收货,也不用像一般的做法,不用拔草。 他说,蔬菜发展得很好,因为要盖大棚和栽培系统,但是中子过程中,就既能设施,又能设施。 这种田园共有3000平方米花,但只有4个人做,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在早上收货和打包商品出货。 下午,他们就种种种苗和把树苗放在水耕菜培系统上。 种种苗的时间是12天,15天后就把树苗放入栽培系统。 只要把树苗放进去就等着收货,也只要把树就可以了,省了很多劳动力。 林国城在这里的工作,林国城在这里的工作,主要是收货和打包。 工作不辛苦,但需要认真和仔细。 我在这里工作三年了,每天收货蔬菜,其他的工作都有机器做了。 在这里工作三年了,我们只要工作三年了。 水耕菜培方法和打包商品,避免弄脂污与病毒接触。 因此就不用用任何弄药。 另外,通过水管喷水系统,进行喷水和施肥。 喷污污交水方法,让蔬菜稳定成长,确保质量安全。 我们这不用任何弄药,只用紫外线的杀虫灯,晚上开着虫子就自动飞过来并被消灭。 我们设计喷水和喷营养液系统,按设定的时间来喷污。 这种水耕菜培在中秒和收割两个缓解化时间。 其他的工作都是自动的。 我们设定的水耕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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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大盆里中蔬菜,不被天气的冷热,晴天还是阴天的影响。 蔬菜质量固定。 产量和价格都固定。 每公斤从山到六万元。 我很喜欢水耕菜培方式。 因为对身体好,对大家都好。 我很喜欢在这样安全的蔬菜田园工作。 营养液在下面的水管系统会给树耕提供营养, 然后会回流到水池。 上面的喷雾系统也设立好了工作流程。 每隔30分钟就自动喷水。 这种喷雾方式能保持大盆内的湿度, 让蔬菜好好成长。 同时也可以解约用水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